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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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不得大雅之堂 李海川每日游走在镇中各个村子 回去后住在张图湖隔壁 这某个小伙子 人也长得不丑 二十岁也到了娶妻的年龄 但姻缘之事却一再耽搁 原因是他在此触地莫一笼 房没有意间 莫人敢把女儿清训 他本人对此倒不是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 但我也想起了 让我看起来 在这里 你敢看他 当张图虎挑了一缸水 郑狱出去时 却被张图虎叫住 郑重其事地说了这么一句话 李海川听了 他人关系血行同父子 一般情况下 四里海川这样的手艺人 多是进村便寒 可是他觉得这痒痒太难听了 自己找了一段木头 中间掏空 进村后 只需要拿着一根木棍 敲这段中空的木头 中空的木头会发出声音 人们知道他进村了 前面就有一个村子 他把木头帮子拿出来开始敲动 刚敲了两下 突听有人喊救命 这声音沉闷异常 如同从地底发出一半 他以为自己听错了 郑玉在敲帮子 又有喊叫声传来 这次听清了 德却是有人喊救命 而且声音尖利 似乎是女声 他神情严肃 眼睛向四处看 想要找到喊救命之人 但看了几眼 前面不远处就是村子 这边没有党事县的树林 喊救命者究竟在什么地方 谁在喊叫 他大声喊了一句 马上有人回应 这次听清了 声音真是从地下发出来的 寻着声音过去 骇然发现有人跌落井中 这是一口废弃的大旱井 周边用石头砸成 以前村里人吃水 便靠这口井 将水从井中挤出来 再挑回家中 后来人们又在村里挖了口井 这井便慢慢被废弃掉了 说是废弃掉 里面却还有水 这重汉井井口气大 人一旦掉进去 没别人来救 就只能等死 他趴在井沿上向下看 声音的却是从井底传出来的 不过里面黑骨隆隆的 看不清对方的样子 救命 救命啊 快救救我 里面的声音在起 他再不敢犹豫 要马上想办法 这重井 别说一个女人掉进去 就算是个壮汉 没有别人帮助 也爬不上来 因为井壁湿滑 不满青绿苔藓 人没有借力的地方 要怎么样把下面的人救出来呢 左思右想 对下面喊话让等一阵 自己则跑进了村里 村里现在使用的汉井上 有绳子有碌碌 下面还有个大木桶 左右看看末人 将绳子从路炉上解下 又跑出村 将绳子带桶抛下去 让下面的人站在桶中 自己好将他拉上来 井中人照做 他把绳子一头拴在树上 在自己腰间盘好后 开始向外拉 按照他所想 既然声音是个女人出发 肯定没有多重 不料拉动之下 他才知道自己想错了 足足用了半炷香的功夫 才成功将井中人拉了上来 李海川这才明白 为时魔会那么重 只见此人身穿一身红衣 长发皮肩 脸色苍白 也不知道是受了惊吓 还是怎么回事 刻意用头发挡着脸 他怀里抱着一口箱子 大概有小儿脑袋那么大 看样子是同志 李海川年轻力壮 刚才感觉很费劲 人拉上来后片刻后 便缓过进来 皱眉看着此人说道 怎么这么不小心 竟掉到了井中 此人扭捏着想了半天 说自己的却是不小心 此时感觉心慌已乱 能不能到他家中休息一下 李海川皱眉思索 他本是出来赚钱 如果带此人回自己家 那今天就白出来了 况且这人说话的音调 为何如此怪异 转念一想 罢了 既然救了人家 那就就到底 况且一个女人 掉进井中 也得却会被吓到 他点头表示答应 不过要先把绳子和桶 送进村里 一路奔跑进村 将绳子又系在原本的陆炉上后 他猛拍眉头 怪不得一直觉得怪异 原来是因为被救之人的声调 这人说话尖声力喪 如同刻意捏着嗓子般 让人觉得诧异 他长者磨大 可是没有这磨 近距离接触过女人 想来想去 也想不出个所以然 索性不再去想 带着这个被自己救出来的女人 回家而去 李海川此时 已经二十岁 这个年龄上莫娶妻 外出回来 带着个低头颜面 长发披肩的女人 惹得人们侧目而逝 议论纷纷 这种话自然很快便传到了张图乎耳朵里 李海川住的一间房子是他的 跟他家隔着一道墙头 闻听此事 他心中好奇 难不成李海川的缘分来了 跟别人传闲话不同 别人说什么的都有 无意不是像那些八卦或者香艳上揣测 张图乎却深知李海川的秉性 他断然做不出这重事 事实上 德却如张图乎所想 李海川是不得已 才带着这个女人回家 他拘谨得很 从窗户看到张图乎来了 便挠着头 想要去院里迎接 不料那女人却轻壳一声说道 外面好像是来了人 但我除了你 什么人也不屑 还望你能谅解 李海川脉动的脚停了下来 仔细一想便释然了 人家是个女人 也不知为何掉进了井中 随着自己来家是想要休息一下 不见别人 是怕陷了面会尴尬 这倒是可以理解 所以他点头同意 出门将张图乎挡在了院子中 张图乎眼睛向屋里瞥了一下 李海川小声说道 不知道为何 失足跌进了井中 正好路过就给救了出来 怕休 不想见人 人家想休息一下 休礼恢复了便离开 张图乎听的诧异 可是他已接近耳顺之年 并没有那魔众的好奇心 既然人家不想献别人 自己何必舔着脸进去呢 他轻轻对李海川说道 为人虚占得知 行得端 即是萍水相逢 端不可作梦冒之事 李海川赶紧点头 这个海川是知道的 张图乎对李海川的人品放心 说罢便转身出门而去 李海川这才又回屋 进的屋中 女人也将披肩的长发撩起 李海川也终于能看到他的脸 看他晚的发病 是个妇人无疑 长得倒是一般 脸上皮肤略黑 而且脸上线条有些硬 据妇人所说 他姓刘 患翠红 因为家里遭了难 自己到这边投亲戚 不料因为对路不熟悉 加上眼睛不太好使 竟失足跌落井中 如果不是李海川 他只怕会活活困死井中 说吧 他对李海川施了个福 李海川想福 又觉得不方便 只好生气了 然后挠头说道 夫人此言重了 那口井靠近村子 就算是海川不救 也会有别人救 说吧 两人再不言语 李海川感觉有些尴尬 便让柳翠红 且在屋中休息 自己还有事需要出去 柳翠红没有反对 他出的门来 不由地松了口气 其实他出来并没有事 而是感觉 柳翠红是真的需要休息 自己在一边 让人家如何休息 不如躲出来 可是 出来去什么地方呢 脑子中想着这些事 不自觉到了镇子中间 人来人往 热闹非凡 李海川却从来没有这般闲过 看前面围着一群人 不时轰然叫好 他便背着双手 慢慢走了过去 原来有个白发苍苍的阿婆 在玩西法 只见他在地上摆了三个碗 边上还放着三颗小球 用碗扣住小球让别人猜 可众人每每猜错 这种戏法较为常见 手速快就行 让李海川惊讶的是 这明明是个头发花白的阿婆 竟能有如此迅速的手法 真是天下之大 无其不由 此时 阿婆又开始向人群中看 看到李海川后 眉头紧皱 轻声说道 这位小伙 印堂发黑 近期怕没有好事 李海川哑然失笑 没想到这阿婆不但会戏法 还是个师婆 李海川是不信这个的 自己好好的 又怎么会倒霉 见他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阿婆有些着急 对着他招手 小伙子 你过来让我看看 是不是有东西缠着你 李海川转身想走 一想自己现在也无处可去 不如听听这阿婆要说什么 可上没动步子 却有人扯住了他 转头一看 原来是张图虎 海川别听他胡说八道 你看看他的手 见张图虎神情严肃 李海川盯着阿婆的手在细看 发现竟然纤细修长 这哪里会是个老婆婆的手 分明是个大姑娘的手 这 现李海川惊讶 张图虎笑了 他虽然只是个图虎 却已经活了将近六十年 人生经验要比李海川多得多 别理他 咱们走 张图虎说完 拉着李海川便走 那阿婆的神情却慢慢变得严肃 盯着李海川的背影 看了好久 张图虎把李海川领到了自己家中 爷俩的感情不是外人能比的 李海川内心深处 甚至把张图虎当成了自己的父亲 对他非常敬重 他以为张图虎家里有活呢 比如匹柴什么的 不料去了后宾没有 张图虎让他坐下 天气炎热 大猪已配着竹妇人 躺下便觉得凉丝丝的 亲人心脾 李海川舒服的哼哼了两声 张图虎哑然失笑说道 海川啊 你都已经二十岁了 这婚姻的事 他的话上没说完 徒听外面传出一声响动 李海川年轻机灵 一晃身子从竹以上窜起 大步出门 却见刚才那个玩戏法的阿婆 正从门前经过 他皱眉看着阿婆 他未时磨也到了此处 刚才的响动是怎么回事 听着导向是从墙头上发出的 阿婆见他出来 以为深长地向他住的院子看了两眼 扬长而去 他住在张图虎隔壁 一墙之隔 显阿婆一脸神秘 他探头向自己家院子里看 恍惚中 好像看到柳翠红在屋门口一闪进去 然后便没了动静 怪事年年有 就数今天多 先是这阿婆 无端缠着自己 又突然在自己家门前出现 柳翠红也行动一场 难道刚才的响动是他发出来的 带着这些疑问 他进了自己家院子 觉得有必要问一遍 你需要走了 只是这桶箱子沉重 我带着不方便 就送给你吧 李海川 哪里会要他的铜箱子 他就柳翠红时 见他跌落井中 仍然死死抱着铜箱 说明这箱子 对他非常重要 自己救人 又不图钱财 岂能随便收下 但柳翠红 根本不给他说话的机会 只顾自己说完 丢下箱子 不管李海川 差异的目光 直接出门而去 李海川在后面追赶说道 你得把箱子拿走 我不要这东西 送给你了 刚筹谢你的救命之恩 柳翠红边说 已经走远 只留下不知所以然的李海川 两酒后 张图虎猛拍他肩膀 看什么呢 人早走莫隐了 不过 这夫人说话 怎么感觉捏着嗓子 听着怪难受的 什么箱子 李海川 也觉得柳翠红说话声音 听着难受 不过一听张图虎说箱子 他转身 带着张图虎紧架 让他看那口铜箱子 铜箱子不大 却异常沉重 上面看不到名锁 只开何处 有一道铁箍内外相连 张图虎哑然失笑 妇人走时 说把箱子送给了你 可是这箱子上面 带着暗锁 你根本打不开 这怎么能叫送呢 是让你保管还差不多 而且依我看 他是想害你 万一箱子里是脏物 你岂不是白白受冤 李海川本不贪图箱子 听到张图虎的话 他也颇感惊讶 仔细打量的 却带着暗锁 这反而激起了 他的好奇心 四下里打量 想要找东西 把箱子撬开 看看里面究竟是什么 他家中没有得手的工具 找来找去为过 只能暂时作罢 到了夜间 张图虎从家中 拿来了堆子等工具 两人越是打不开箱子 便越是好奇 准备今晚不睡觉 也要打开 两人忙活了半夜 箱子上滑布溜丢 加上盖河香严丝合缝 砸不动 撬不开 两人全都出了一身汗 箱子却如同一个圆滚滚的铜球般 纹丝不动 两人累得坐在地上直喘气 互相对视 眼神里都是气馁 暗锁也要有开的地方啊 这箱子上面并没有钥匙孔 难不成咱们想错了 开锁的方法就在箱子上 李海川突然说出这么一句话 张图虎猛拍眉头 两人又一次围着箱子 开始仔细寻找 箱子上布满纹布 张图虎长着油灯 李海川几乎要把眼睛贴上去 仔细在纹布中寻找着 有了 他一声惊呼 张图虎赶紧把油灯放在他手的位置 他的手在箱子后 侧纹布中摸到一个细微的凸起 似乎能按得动 两人一阵惊喜 李海川正欲向下按动 窗户边却突然传出一个声音 快快住手 你开箱必死无疑 李海川惊得差点跳起来 窗外的人倒也不避讳 同时也没想隐藏自己 而是大方走了进来 张图虎还好一些 李海川半张着嘴看着此人 这不是那个变戏法的阿婆吗 他半夜在自己家里干什么 还说出那样的话 另外 他白发凌乱 脸上也很脏 手上似乎还沾着血 你究竟是谁 魏石魔一直在我家边上出现 阿婆却并不回答他 而是慢慢走进了箱子 白手让李海川和张图虎站远一些 两人带着疑惑后退两步 可是阿婆仍然不满意 让他们蹲下 两人面面相去 虽然心里全是不解 可看他如此郑重 两人还是一言照做 看他们二人蹲好 阿婆手指在箱子后面的凸起上按下 接着 自己迅速蹲了下去 铜箱盖子 发出脆响音声而开 当箱子盖翻到后面时 屋中响起一阵 呲呲的声音 李海川和张图虎 蹲在地上 看得目瞪口袋 从箱子中射出无数寒光闪闪的透骨钢钉 这些钢钉成四散状射出 看得两人出了一身冷汗 如果不是这阿婆喊停他们 如果他们刚才贸然打开 此时定然被钢钉射中 怕是连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你们可以起来了 听了阿婆的话 两人站起 看到铜箱并没有完全打开 射出钢钉的 只是上面一层 下面还有一层 李海川再没有兴趣知道铜箱里面是什么 而是对着他恭敬行了一礼说道 多谢你救了我们爷俩 你是怎么知道这里面有钢钉的 阿婆淡然说道 因为这铜箱原本就是我们家的 啊 李海川和张图虎手足无措对视 张图虎小心问道 那为何会在柳翠红手里 他又为何要把箱子送给李海川 阿婆摇头 他不叫柳翠红 他更不是把箱子送给李海川 只是他看到了我 知道带不走箱子 所以先放在这里 他知道你们一定会好奇打开箱子 一旦开箱 你们就会死 而他也并不在意你们的死活 他叫方志钱 根本就不是个女人 李海川和张图虎如同在听海外气谈 这种事闻所未闻 如果是真的 要知道是李海川把方志钱从井中救了出来 他为何要恩将仇报 另外 他装成柳翠红是什么意思 看两人惊讶的嘴巴合不上 阿婆将白发拿下 露出一头青丝 原来她是个年轻姑娘 只是化妆成了阿婆 她凄惨说道 我猜是柳翠红 她乃我的 她的话上没有说完 突然脸色一变 灰袖将油灯扇熄 对李海川和张图虎小声说道 藏到床下不要出来 两人惊骇不解之时 已经被他按着塞到了床下 片刻后 窗外出现了一个人影 他站在窗前 盘头向里面看了一眼 悄悄跳了进来 看得呼吸粗重 竟像是受了伤 刚跳进来 黑暗中响起一道风声 她倒转身子 从窗户跃出 二话不说 就想要上墙逃走 可屋中的柳翠红却紧跟着出来 两人眨眼间便缠斗在一起 你这个欺师灭祖的小人 今天就是为爹报仇的日子 柳翠红边跟此人缠斗边喊 那人却沉声说道 翠红 你这是何苦呢 师父如果将箱子给我 怎么会有今天 是他自找的 这声音已经不再刻意捏着嗓子 可李海川和张图虎都听出来了 就是那个被李海川从井中救出来的人 特别是李海川 听得一愤填膺 他听柳翠红说的意思 方知前 竟像是害了自己师父 乌鸦反捕 羔羊贵辱 此人竟杀师父 自己救的真是个白眼狼 方知前 你个卑鄙小人 我爹收你喂土 你敬恩将仇报 我今天非收了你 柳翠红在暴怒中喊叫 却被对方绊倒 方知前一声冷笑 随你爹去吧 他说完便遇下狠手 屋中的李海川已经飞奔出来 张图虎也大吼一声 海川接锤 奔跑着的李海川 仰手接过张图虎扔过来的堆子 对着方知前的后背 猛砸而下 这一锤皆是砸在方知前的后背上 他闷哼一声 向前栽倒 在地上翻滚机下 就想夺门而逃 年近六十岁的张图虎却 踢着李海川家的菜刀 站在门边 方知前根本没有在意 这某个老头子 能怎么样呢 可他不知道张图虎干了一辈子屠夫 一把刀丸的出神入化 只见菜刀在他手中翻动几下 方知前已经惨叫着 跌倒在地 再爬不起来 电光火时间 张图虎伤了方知前的腿 李海川拿着绳子过来 将方知前捆绑后 重上的柳翠红慢慢进屋 从里面爆出铜箱 将下面一层打开 李海川和张图虎仔细看 发现里面只有一双女人的绣鞋 被伤腿的方知前 看得脸色苍白 一脸不可置信 这是娘的绣鞋 娘死之后 爹一直留着这双鞋 这是他的念想 可是你看得对着箱子异常重视 竟觉得里面藏着财宝 所以起了歪心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 你竟为了这口箱子 害了我爹 带着箱子逃走 倒害罢了 还难扮你装用 我的名字到处作恶 你是世间最无耻的小人 李海川全明白了 方知前之所以掉进井中 定是被柳翠红追赶所致 自己将他救了出来 他却疑心自己是坏人 所以才会爬上墙头 偷听自己和张图虎说话 而他爬上墙头 发现了追来的柳翠红 赶紧跳了下去 这就是自己在张图虎家 听到的那声响动 以及他在自己家中 一闪而过的身影 既然他发现柳翠红追到了自己家中 便想着先暂时避开 所以他把箱子留给了自己 他说是为报答自己 其实只不过想轻装好杀了柳翠红 至于自己会不会开箱子 会不会死去 他根本不在意 两人肯定交了手 柳翠红受了伤 方知前也受了伤 柳翠红先来到了自己家中 阻挡自己开箱子 方知前接着来到 想要带箱子走 这才有了刚才的事 天亮后 方知前被带走 他害了自己师父 等待他的必然是严惩 而柳翠红重伤在身 无法行动 只能先住在李海川家 他的伤三个月后 方才养好 其间李海川用心照顾 使他感动 加上张图虎在一边穿线 所以和李海川成就了姻缘 婚后夫妻恩爱 并且给张图虎养老送终 主委 李海川是个苦命的善良人 他自小就苦命 也自小就善良 也恰恰是因此 他才留在了京山镇 有了后面的一切 因为善良 他救了方知前 没想到方知前竟然是个无恶不作的小人 他因此惹上了大祸 如果不是真正的柳翠红出来相救 他突然会死在同乡中的钢钉之下 所幸的是 柳翠红看出了他的善良 并且两次提醒 使他躲过大祸 并且和他成就姻缘 组成了一个家 而贪婪且暴力的方知前 最终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善良是高贵的品质 可有时候也要看兑税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故事 男子在柴房做晚饭 听到睡屋有一响 他赶紧掏出了一把飞刀 周子信是个孤儿 从小吃百家饭长大 明朝红制年近的一天晚上 他从县城干完活回来 正在柴房里做饭 忽然听到睡屋传来一阵异响 他心头十分诧异 屋内再无他人 这声音是怎么来的 难道禁贼了吗 可这天色还未全黑 贼人也不可能这魔 早就下手吧 怀着诸多疑问 周子信将一只防身所用的飞刀 抓在手里 捏手捏脚的来到了自己睡屋外 这时他发现房门半开 而他明明记得刚刚去柴房做晚饭时 这房门被他拉眼伤了 只是没有上锁而已 此刻又未起风 肯定不是风把门推开的 而且院门已经关上野猫野狗之类的小动物 也不会无端闯入 那么究竟是谁把房门推开了 难道屋内真禁贼了不成 周子信的心瞬间提到了结果眼上 他这个房间并不是很大 里面只放了一张木床 一个木柜 外加一个衣柜 这些都是他自己用木头做的 推开房门 就能将房内的情景一览无遗 如今肉眼可见的地方 已经被他扫视了一圈 完全没有生人的影子 剩下的就只有木柜和衣柜 以及床下 这三处容易葬人的地方没有差了 周子信站在门口 慢慢地蹲下身来 朝木床下面望去 他准备先查床下 因为这个地方 蹲下身就能看见 若是床下有人的话 他能第一时间发觉 虽然夜幕已经缓缓降临 屋内的光线也很昏暗 但周子信还是看清了 床下除了几双破鞋外 再无他物 紧接着 他又捏手捏脚地 走到正对房门的木柜边 贴着耳朵在柜子上听了一阵 如果柜中有人的话 应该能听到里面的呼吸声 但他听了一阵 并未听到 如此说来 柜中也默认了 那一柜中葬人的可能性就大了 就在周子信小心翼翼地朝一柜边走动时 隔壁院墙内忽然传来一阵阴阴气气的唾气声 以及一个男人的打骂声 那男人声音粗犷 周子信一听就知道是郑胜利在说话 郑胜利是个屠户 生得虎背熊腰 恐无有力 这家伙喜欢喝酒 一喝了酒 就喜欢打自己的女人 因为这个缘故 他已经打跑了一个女人 刚刚在哭的那个女人 应该是他才去进门不久的后任老婆柳燕 这个柳燕身材苗条 长得也十分好看 二人成亲后不久 周子信曾在房门口状见他提了木桶 去河边洗衣 当时他还暗暗感叹 可惜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他为时磨要这么说呢 因为这个郑胜利 除了脾气暴躁外 还唱得凶悍 一看就不是个好人 柳燕这等标志的人物 为时磨要嫁给他呢 可能是因为这个郑胜利给了他父母亲不少钱财吧 虽然这小子有诸多缺点 但他卖肉卖了十余年 挣了不少钱财 不然以他的性格要能讨的老婆 那才奇怪了 哎 可怜了那个小燕子 听得隔壁的哭声 欲加凄惨 周子信竟忘了屋中来了不速之客 停下步子 就是如此一阵感叹 就在这个过程中 一柜门 枝呀 一声打开 一道黑影 跌跌撞撞从里面跳了出来 周子信吃了一下 慌忙推后几步 举起飞刀 盯着那人影问 你是谁 你怎么到我房里来了 我 我 那人一阵之午后 忽然跪倒在周子信面前道 兄台 我叫陈让 是来躲难的 你隔壁邻居郑胜利 要杀我解恨 我一时没有办法 只能翻墙进入你家里躲了起来 你既然是来躲难的 为何又突然从衣柜里跳了出来 难道知道我来了 周子信见着人 还跪在地上 顿时放松了戒备 陈让道 我并不知道你来了 我 我只是听到了小燕的哭声 实在受不了了 才从你衣柜里跳了出来 小燕 他叫她 怎是如此亲切 莫非跟她有什么瓜葛 不然的话 郑胜利 为何要杀她解恨 就在周子信一阵狐疑时 郑胜利已经停止了打骂 转身几步 走到周子信家的院门外 踹门来了 他边踹门边大声吆喝道 姓周的 你在家吗 在家的话 快给老子开门 不然把你院门给拆了 听得着声音 陈让更是吓得战战兢兢 周子信倒是没有一丝巨异 他又描了陈让好几眼 看得并不是恶人 这才小声说道 那你还是躲到我衣柜里去吧 我帮你打个掩护 不过 一会儿等那郑胜利走了之后 你必须地给我说说你和柳燕的事 谢谢兄台 若我今日能逃过一劫 我一定如实相告 陈让抱了抱拳后 赶紧起身 钻进了衣柜中 周子信将衣柜门关好后 这才握着飞道 不慌不忙地走出去道 来了 来了 我在家里 郑大哥 有何贵干啊 院门打开 周子信笑咪咪地问道 走开 郑胜利二话不说 一把将这小子推开 随后迈动步子 四下一阵找寻 他首先走到北面的院墙下 野蛮地用手和一把杀猪刀 扒开了一堆木柴 周子信知道 他是在找那个陈让 却故意装糊涂道 郑大哥 你在找什么 我找什么 关你屁事 郑胜利默好气地回了一句 手中的杀猪刀 让人看了都有些不寒而栗 周子信与他保持着距离 很不客气地说道 这是在我家里 你翻箱倒柜的 恐怕不太合适吧 说吧 他拿起右手的飞刀 对着刀尖 声音响亮地吹了一口气 郑胜利见状 微微一愣 不由地放缓了语气道 周老弟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且问你 你这院中 可来了生人 我当然是今天下午回来的 你没见我 刚刚把门关上了吗 怎么可能会来生人 周子信一字一顿地说道 郑胜利还有些不相信 转身又朝得水屋走去 周子信故意发飙 嗖的一声 将手中那把飞刀 飞到了木柜盖上 郑胜利正要伸手 去掀拿木柜盖子 忽然发现 那把细着红鹰的飞刀飞过来 狠狠插在了木盖上 吓得他不由自主的后退好几步 周子信趁机又从后 摇摸出一把飞刀下胡道 郑大哥 不瞒你说 我五岁开始练习飞刀 如今不敢说时发时钟 至少也能中个九发 我这小舟飞刀的名号 可不是浪有虚名的 你若不想自讨苦吃的话 我劝你还是对我放尊敬点 哈哈哈哈 尊敬必须对你放尊敬 小舟兄弟 刚刚是再对不住了 既然你说家中默认 那肯定就没有别人了 打扰了 告辞 郑胜利亦无法进到周子信身边 就算他再凶再恶 也对他构不成威胁 相反 在周子信的飞刀面前 他反而感受到了一股巨大的杀气 因此 在被周子信威胁后 他聪明地选择了退步 不过 他并不死心 出了门后 又来到院墙处 悄悄爬上墙 观察起周家大院内的一举一动 周子信知道 郑胜利还在偷窍他 因此叮嘱陈让赞 且在衣柜内待上一阵子 他则继续走到柴房去生活做饭 如此过了一个小时 等他把饭吃完了 郑胜利也莫发觉到任何异样 这才闷闷不乐地回到家中 继续打骂柳燕 沉让听的这哭声 顿时又沉不住气了 于是又推开衣柜门 跳下的来 不住朝政胜利的院子里望去 周子信健壮 不由地问道 你好像很关心那个柳燕啊 你跟他的关系 应该不同寻常吧 兄太实不相瞒 我和小燕都是一个村的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可谓青梅竹马 我一直想娶她为妻 她也一直想嫁给我 可是我们家太穷了 根本拿不出彩礼钱 柳伯伯和柳伯母 为了得到一笔不菲的彩礼钱 好给他们小儿子娶妻 就以十两银子的价格 把小燕卖给了这个正图户 我听到这个消息后 本来已经死了心 可我又听说 小燕嫁给这个正胜利后 不但要挨打挨骂 每日还要干许多粗活累活 导致她终日以泪洗面 沉让缓缓到出了实情 周子信文言 若有所悟地问道 那你今日来这里做什么呢 给她讨公道吗 沉让杰借把八道 我 我一个穷书生 哪抖得过那个屠户啊 我 我是想带小燕 偷偷离开此地 再也不回来了 周子信一拍脑门 哈哈笑道 我明白了 你是要带她私奔是吧 对 就是这个意思 我其实也不想 可我实在没石墨办法了 我不想让小燕遭受非人折磨 沉让知道周子信刚才救了她 对她瞬间充满了信任 索性一股脑儿地把自己的想法倒了出来 周子信又点点头道 可惜你来找小燕的时候 郑胜利卖完肉回来了 你差点被她堵在了屋中是吧 嗯 幸亏我跑得快 不然 我肯定被她抓住打死了 哎 只是我这一跑 小燕就受苦了呀 听到柳燕的哭声还断断续续从隔壁传来 沉让的内心又跟猫抓的一般难受 周子信不解道 你没想过让小燕去报官吗 这种事情就算报了 衙门里的人能管吗 就算管了 那郑胜利稍稍打电一下关系 还不是告不到她 就怕告了她后 对小燕越加不利呀 沉让道出了自己的担忧 周子信觉得这话在里 不由得安慰到 那郑胜利每日都会去城中卖肉 你若想带小燕离开 明日等她走了之后 再去不迟 今晚就暂时在我家里住下吧 沉让想想是这个礼 只得向周子信报全行礼道 那就给兄台打麻烦了 兄台的恩情 沉让我永生不忘 次日沉时 郑胜利果然带了家伙 去城中卖肉了 周子信眼瞅着她出了村子 这才让沉让翻进她家园墙 找到小燕 带她赶紧离村 郑胜利这些年挣了钱财 修了座四合院 以便供奉父母 可她父母却是无福消受 院子刚刚建成 就双双病逝了 如今 只有郑胜利和柳燕住在院中 郑胜利去城里卖肉的话 就只有柳燕一人在家中了 沉让翻过院墙 在院中找了一阵后 倒是将柳燕找到了 不过当时她已经被打得遍体鳞伤 最让人痛恨的是 郑胜利还用铁链将的手脚捆了 锁在了一个地桩上 看样子 郑胜利已经料到了她有逃跑的打算 所以在老实的地桩上上了几把大锁 周子信走南闯北 什么场面莫见过 可看到郑胜利对柳燕所施的暴行后 她都忍不住一阵咬牙切齿 沉让救人心切 却无法打开地锁 只得一脸焦急地问周子信 周大哥 我现在该怎么办啊 周子信盯着那鸡 把让她无计可施地大锁到 钥匙肯定在她身上 她每晚不是都要喝酒睡觉吗 不如等她喝醉了酒 睡着了 再偷偷把钥匙拿了 然后救了小燕 你们再一起远走高飞 这主意倒是好 可 可是我看到她就害怕 不敢近身啊 沉让道出了她的担忧 柳燕也哭哭啼啼道 纳斯以前还让我服侍 自从昨晚发觉 我想逃跑后 就对我起了疑心 时刻把我锁在这一地桩上 让我无法进到她身边 不然的话 我还可以趁她熟睡时 将钥匙拿到 周子信沉吟片刻道 这事儿我来办吧 谢谢周大哥 你简直就是我的再生父母 文言 沉让又对她拜了三拜 为了避免给自己找来麻烦 第二日清晨 周子信故意跟郑胜利 一起去了县城 边走她边说 这次要在城里做半个月工 家中无人照料 还希望郑胜利帮着照看一下 郑胜利 嘻嘻喊 假装答应 心里却巴不得贼人将她家洗劫一空 到了城中后 周子信故意去四处晃了一圈 随后才悄悄返回了家中 这个时候 沉让也带了包袱 藏到了她家 就等着周子信下手 偷了钥匙将柳燕救出了 当晚郑胜利回到家中 放柳燕去了柴房 将碗饭给她做好后 又让她吃了些饭菜 这才重新将她锁上 然后回到屋中 喝起了小酒 就在她给柳燕上锁时 周子信悄悄潜入了郑胜利的水屋中 郑胜利照样喝了集中小酒后 就上床睡觉了 酒精很快发挥作用 让她呼呼大睡起来 周子信趁机摸了她身上的钥匙 打开了柳燕身上的铁链 玛丽的做完这一切后 她又悄悄将钥匙 放回了郑胜利的裤腰带上 当夜 沉让顺利带着柳燕离开了 当然 在他们离开之前 不忘向周子信败了又败 而周子信也连夜回到了县城外 找了个寒洞打了个地铺 等天一亮她又匆匆进城 找了个主顾当真干起活来 这样便成功地洗清了她放人的嫌疑 虽然这种做法有些不正当 但她觉得只要能救柳燕的命也是值得的 此日 郑胜利醒了 来到关押柳燕的房间 准备让她给自己做早饭时 才发现她已经不见了踪影 郑胜利已经出一身冷汗 不由地摸了摸自己身上的钥匙 钥匙还在 那柳燕却是如何打开锁链逃跑的呢 难道昨夜家里进贼了吗 难道那贼人将柳燕放走了不成 下一时地 郑胜利回到水屋 翻箱倒柜 发现柳燕的衣服都不见了 她这才意识到 这婆娘是真的被人救走跑路了 起初 郑胜利也怀疑是周子信在暗中使了坏 毕竟他们两家只隔了一堵墙 他家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 这小子都能听见的 但他翻过院墙 一番探查后 又找不到他悄悄回来过的迹象 这时 郑胜利只能自认倒霉地认为 柳燕肯定是被他那个拼头给就走了的 如此一来 自己所画的那是两银子 不是白花了吗 郑胜利一时想不开 就去到了柳燕家中 先是一番翻箱倒柜 确定他没有回家后 就找其父母要人 柳燕的父母也不是什么善茶 他们早就听说自己女儿在郑家受尽了折磨 如今这郑胜利上门来找他们要人 肯定是他把他害死了 然后来他们家贼喊捉贼 于是这二人赶紧让小儿子柳彪去找了村里人 一起将郑胜利捉了 送到县衙里去报了官 虽然双方都拿不出证据表明 究竟是郑胜利害了柳燕 还是柳家人将柳燕藏起来了 但柳燕在郑家失踪 却是铁定的事实 于是县令命人将郑胜利打了六十大半后 在收监等候发落 周子信后来听说了这时候 虽然有些自责 但想到这都是郑图虎最有应得的 他又安心了不少 如此过了几年后 郑图的案子还没解 这小子却因为染了恶疾 死在了狱中 这一年天降暴雨 发了洪灾 百姓颗粒无收 许多人不得不背井离乡 因为周子信的房子被洪水淹没了 他也不得不暂时离开家乡 去到临县谋生 本来当时他身上还有几两波银的 但这些银子被几个难民发掘后 竟趁他睡着时 全偷了去 周子信一时找不到活干 又饿得发慌 只得厚着脸皮 一路乞讨卫生 一天傍晚 当他敲响一户人家的院门时 那家男主人竟盯着他看了许久 随后一把将他抓住 热泪盈眶地问道 你是不是草帽村的木匠周大哥 是我 你 你是周子信看着来人 还未将他认出 那人已经自报家门道 我是陈让陈书生啊 燕儿 咱们恩人来了 快来拜见 原来 陈让当年带着柳燕离开后 就到这个村里扎了根 后来 陈让考上了举人 在这村里开了个死属 小两口的日子 渐渐也好过了起来 当他们夫妻二人与周子信相认后 又把他奉为了做赏宾 每日都是好吃好喝的招待 后来 陈让又跟周子信结拜为兄弟 不仅让他在自家里住了下来 又花钱请没人给他说了个老婆 周子信因祸得福 这还真是好人好报啊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你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